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做人要大气 做事情要大气 因为很多人就是做事情太不大气 所以才被人家骂 这个人很小气 对不对啊 有大气就有小气 小气的人连女朋友都叫不到 对不对啊 所以大气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的风范 态度气质气度 如果你有海纳百川的心胸 心怀日月的气概 这个人从容大方 他就是大气之人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做人要宽容 别人讲你一句 不要斤斤计较 别人说一个句话 好像你感觉他在讲我嘛 很小气的人马上不开心了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 有的人在社会上很小气啊 就不开心了 实际上他又没有说你了 对不对啊 你完全可以笑嘻嘻的 所以呢 不斤斤斤计较 实际上大气的人就是良好的修为的表现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上说 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 就是说我今天要忍耐 人都不能忍的事情 我也要忍耐 对不对 君子要容忍所不能忍 人家说不行啊 我一定要跟他打官司 你一定要容忍 因为一打官司 你的钱全部到律师那去了 就是你赚来的 说不定也被律师拿去了 对不对 也不一定可以打胜 所以处人所不能处 就是和人相处 这个人很难交朋友的 你也要学会笑嘻嘻嘻的跟他交朋友 对不对 学会沟通 珍惜缘分 以诚相待 勇人就是欢容别人心怀 就是让别人懂得了解你自己 唐太宗当年的李世民 他就有这种大气的风度 所以我们学博人不能因为一点小事来伤害自己 我们人的一生因为碰到的事情太多了 眼睛闭起来也是烦恼 眼睛睁开就是烦恼 突如其来的打击 再加上始料未及的挫折 从天而降的灾难 唾手可得的利益 随时都会发生 有一些人一碰到坏事 马上就愁眉苦脸 一看到好事 马上就笑嘻嘻的 这种人成不了大气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 做生意也好 对方一想到我有钱赚 马上哎呀对你好得不得了 一看这个生意钱赚不到多少 他就脸就这样 这种人你不能跟他做大事情 所以学博就是要做人 我们要懂得严格 懂得要吃点亏 要学会委屈自己 不要在别人面前耗面子 因为当你在别人面前耗面子 回到家 你一定会后悔 想一想 今天的烦恼 在三个月之后 半年之后 一年之后 还会有吗 没有了 所以要永远要想到 什么事情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首先要想到 它很快的就会结束 你会将坏事转变成好事 这就是学博做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疙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